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现在来到了干货系列了 我们的年货预购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2021的老媒产品 这几款在我们合作社都有上架过 然后社员们的评价也都很高 我也有教大家要怎么使用 所以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2021 2021呢顾名思义 它是台20线跟台21线 位在老农西跟男子仙西之间的 两西郎岛 它的天然环境 跟它远离城销的污染 所以它可以产天然无睹的青梅 那这个2021社会企业呢 它是用共好永续的经营理念 来产出我们现在可以吃到的 清华莓果酿老莓肉跟老莓酿 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联合国宣布的 2030永续发展目标 SDGS是有吻合的 因为永续城乡 然后责任消费跟生产气候行动 都是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合作社上架的产品啊 它背后都有它的意义在 所以才说我们是用我们的消费力量 来改变世界 接下来看到的这是用台湾在地水果 来酿造的气泡酒 它酒精浓度没有很高啊 大概3.5左右 六龟野蜜茶礼盒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包装 它是来自六龟原始林野放茶区 所以它的茶园啊 数公里内都是保持零污染的原始林生态 手工采摘全发酵茶 所以这刻起来还蛮好 有一个淡淡的花蜜甜香 就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客家吉匠 这个客家吉匠啊 大家都不知道它到底要怎么用 对不对 但是那天生产者有来的时候 有教我们你可以当火锅的汤底 或者是你的猪肉片 或者是你的青菜 汤烫之后都可以当沾酱 都很棒 所以现场大家都很惊艳 然后在这边看到 这个是如果你很喜欢吃辣的 无辣不欢的朋友 你可以带这两个 辣渣跟剁椒 这边让你看到它的那个 切的大小啊 跟它的做法其实都不太一样 剁椒呢 它是用新鲜的红辣椒 然后它有加点苹果醋 所以是酸酸辣辣的 那辣渣呢 它是用大蒜跟花椒下去炒 所以这两种呢 风味应该都不太一样 如果喜欢吃辣的 你两个都可以带回去 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菜 网路上查都有 因为我没有在吃辣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教大家 我们今年的年货预购啊 品项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 年货上面的问题啊 都欢迎到站所询问我们的站务人员 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